大家好,我是萱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当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生姜搭配红枣解决了很多男性朋友的大烦恼 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我老公清澈有效,让我快快分享给大家 红枣搭配生姜,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这种吃法也是平民之补品 也是非常实用 一起来看看具体操作吧 生姜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 它还具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 生姜味心,性味温,鹿皮,味,肺筋 具有发汗解表,温中止藕,温肺止咳,解毒的功能 而且还具有省味,开脾,蒸汽食欲的作用 生姜当中的辛辣和芳香的成分含有姜油桶,姜腊素,淀粉和纤维 用于风寒感冒,可以通过发汗,使寒邪从表而解 我们在清洗生姜的时候加入一点食用盐 食用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生姜中的姜腊素对于口腔和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 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 可使肠脏力,节律和卢洞增加 姜油桶对于呼吸和血管运动中区有兴奋的作用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自古以来就有生姜治百病的说法 孔子在《论语相当》中说 不测姜食不多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孔子一年四季的饮食都离不开生姜 在那个宝藏战或颠沛流离的时代 孔子居然最后活到了73岁的高龄 由此可见 这与孔子经常食用生姜是有密切关系的 有句俗语说得好 男子不可百日无焦 生姜还是非常好的 是可以助养制品 可以促进男性身体的代谢 抗炎,症痛,刺激神经 达到健胃活血驱散不剩的作用 生姜还含有丰富的姜酮、姜心、姜纳素 生姜中的姜酮、姜心有提高免疫力 降低党固醇的效果 姜酮更能提高体温有助于提高基础代谢 达到瘦身的效果 还有生姜中的姜烂素也可以改善末色血液循环 有助于改善寒性体质 生姜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砂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煮开小火煮上10分钟 在等待煮生姜的时候我们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在我们热情生活中特别常见 它也是一味比较常见的中药 中医红枣就用红枣来开放 用来养肝排毒 红枣具有薄肝、健脾、降低胆固醇、抗癌、抗过敏的作用 平常经常喝一些红枣水 有非常好的护肝、抗肝、排毒的作用 搭配生姜具有益气、护肝、排毒的功效 会更加的翻倍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元素 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经常食用 红枣有非常好的补血、养颜的功效 清洗干净的红枣 我们要把那个枣盒去掉 因为红枣盒非常照热 食用之后特别容易上火 所以我们在热肠食用红枣煮汤的时候 也最好把枣盒去掉 处理好的红枣片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枸杞 俗话说得好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这也正好说明了枸杞的药用价值所在 枸杞它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 尤其是对于肾虚导致的腰膝衰卵 羊尾、枣蟹以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枸杞在古书神龙本草经理是这样子记载的 九福、尖筋骨、轻生不老 因为枸杞中多糖、多酚、成分比较高 对于调节免疫抗氧化衰老的作用很强 我们在清洗枸杞的时候加入一点生粉 用手抓拌均匀 因为枸杞在晾晒和运熟过程中 会砸染非常多的泥土和灰尘 而生粉有很强的吸附系 可以吸附枸杞里面表层的杂质和灰尘 枸杞加入水里用手把它抓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枸杞控水捞出 接下来刚才煮好的姜水已经熬好了 不喜欢吃生姜的可以捞出来 因为这一些渣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接着把处理好的枸杞和红枣也加入进去 然后我们再加入两颗鸡蛋 鸡蛋被誉为营养最全面的营养库 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钙质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 鸡蛋加入进去 盖上盖子 把鸡蛋煮熟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补益 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 都是我全境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请你给我点个赞 感谢你的支持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红糖 红糖可以根据个人的喜欢甜度 往里面加 没有固定的 把红糖煮至融化 把汤汁煮入味 一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 枸杞、生姜、红枣 都是我们热肠生活中 要食同源的食材 在我们热肠生活中 也是比较受欢迎 将三者搭配在一起 加上鸡蛋、滋补效果、翻倍 一道美味、可口、驱寒、滷味、补气、羊血的养生汤就做好了 这道红枣、枸杞、生姜、鸡蛋汤是一种平民的滋补品 具有着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 每天花个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现在也是冬季 如果可以早上出门前 喝上一碗枸杞、生姜、红枣汤 生姜、红枣、枸杞、枸杞汤 能做到真正的健康 又不用担心长胖 非常适合做当日的滋补品 在冬天风寒感冒发烧的时候 也可以喝上一碗 因为加入了生姜 可以发汗结表 对于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咳嗽 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 到了冬天就手脚冰凉 多数都是气血不足 体肾阳虚导致 这种情况 我们自己不妨做给自己喝 也顺便给老公喝一碗 简单又实用 好了 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你看了 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点赞、收藏、转发、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